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的羊梅不仅怕夏日 国品质量还提高不少 它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顺着喉咙咽下去 酸中带甜 甜里有酸 那味道真让人回味无穷 这不我的同事刘璞 今天就开启了他的寻梅之旅 不过他这次的寻梅之旅 好像并没有那么顺利 羊梅呢 这什么情况 我在这转用了半天 一颗羊梅我都没看着 说好的羊梅呢 这什么情况 我看这上面还是羊梅树 我们再上去看看 苦苦寻找 仍不见一颗羊梅 本来以为是这样的 满园呈现一派飞红流脆的景象 让人一见倾心 抵不住这眉飞色物的诱惑 可是现实却是这样的 让大家措手不及 看来得去别的园子看一看了 有羊梅 没羊梅 有羊梅 没羊梅 有羊梅 大哥大哥 大哥 你们这个羊梅是从哪摘的 那边 就从那边吗 那边那个山坡上 像蒙古包一样的那里吗 对 好的大哥 谢谢大哥 拜拜 前面山头 一个一个蒙古包样的东西 路人吃的羊梅 就是从那里买来的 流浦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了果园 顺时被这里的奇怪景象所吸引 这个远看像一个蒙古包 这近看啊 就像是一个蚊帐一样 而且里边包着一棵这个羊梅树 仔细观察 它是由圆形的金属管 搭起的圆形滚架 整体结构分为两层 最上面覆盖了塑料薄膜 下面是一层沙漫 哎呀 好大的一片羊梅园呢 哎 这里边有人 哎 大哥 这是你们的羊梅园吗 是啊 哎呦 您这会儿在这羊梅呢 嗯 我能进去吗 这 能 我从哪儿进去 看这欢迎仪式 哎呀 好凉快啊 哎呦 大哥 您这好多羊梅啊 嗯 还很多 我看外边现在都没什么羊梅了 咱们这儿怎么还有这么多羊梅呢 嗯 对呀 外面的是差不多没羊梅了 我们这用穹顶的大棚搭的 羊梅没打过雨水的 挂过的时间更长一点 哦 所以咱们到现在 还有这么多羊梅 嗯 那我来着了 可要好好的找一棵来尝尝 没想到露天羊梅 基本上没有了 可是这飞红流翠的景象 却还保留在这 像蒙古包一样的穹顶下 当地人管它叫做 穹顶市避雨防虫栽培 哎 大哥 你觉得这个羊梅怎么样 好吃吗 这个太红了还不挺的 还不够甜啊 嗯 这个呢 这个也太黑了 这个没用了 这个果子就不好吃的 而且颜色还得再注意一些 嗯 那我要找一个 哎 这个怎么样 你那个差不多 这个可以吗 那我摘了 那当然 吃吃看了 吃吃看 就还没洗呢 刚刚说摘下来 那没事的 我这个人有穹顶大棚罩的 摘下来就可以吃的 像我们都 这样摘下来 就直接可以吃的 直接 里面又没有虫 又没有什么的 不用清洗就可以直接吃吗 不用的 我们要是这样吃的 圆圆滚滚 外表淘起的羊梅 看着就像咬上一口 尝一尝 酸酸甜甜的口感 跟烦躁的夏天 来一次亲密邂逅 《食疗本草》中记载 羊梅具有生津止渴 和味消食的功效 甚至羊梅树的树皮和树根 都有很不错的药用价值 这下 刘仆更期待 手中这个羊梅的味道 好甜 一点都不酸 太甜了 太甜 这轻轻咬一口 嘴里面全是羊梅的味道 而且这个果肉也特别厚 吃到嘴里面 那个羊梅的口感 特别的饱满 大哥 这么好吃的羊梅 它是什么品种 这是冬葵 冬葵羊梅 冬葵羊梅属于 大国晚熟的品种 而且肉厚 胃浓 吃多 直径一般在三厘米左右 平均肉煮长 1.15厘米 它的果汁含量特别高 可以达到74% 露天羊梅的采摘 已经接近尾声 而穹顶之下的羊梅 还是刚刚丰收的场景 这就是穹顶市 避雨防虫栽培的功劳 像这种羊梅呢 还要挂过 起码还十天到半个月 才可以摘 这种也是 都是还是不黑的嘛 我们都有双皮 分双皮摘 一来到这个穹顶里边啊 就感觉像是一棵树 被罩在了一个大棚子里一样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顶上 有这个遮雨膜 而这个四周呢 又全部都是防虫网 所以在这儿待着呢 会觉得比 在露天的羊梅树下 还要凉快 而这个温度的降低呢 也使穹顶里的羊梅 要比露天的羊梅的生长周期 差不多可以延长 一个星期左右 里水是一个多山多水的地方 境内有欧江和乾塘江水系 幽幽的青山 川流不息的河水 白云水雾山间萦绕 好一处壮阔秀丽的风景 这样的环境 正好满足了羊梅 喜欢水汽的特性 使得羊梅果肉柔软多汁 但是当地却有一种 非常无奈的现象 羊梅很容易封产 但是很难封收 老百姓种植羊梅 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去年的话天气差 基本上没有天晴 果汁很多 但是一直在下雨 果汁全部都掉 全部都掉地上了 全部在地上 采摘率 这多也只有1%到5左右 这样的损失也太严重了 甚至可以用 喝力无收来形容 为什么会有 这么低的采摘率呢 因为我们羊梅了 在野海南发一旦 足产区 而这地方呢 出羊梅的时候都有台风 到了成熟期的羊梅 遇到雨水 就很容易自然掉落 所以当地的村民都会冒于抢收 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 能不能有一些新的技术 让农民呢 增加收益 就是能够把产量呢 能够提高 特别是把它的产品的质量 还有那个口感 还有它的采摘力 能够大部分提升 邹王儒是晋云县姓王村的 羊梅种植大户 120亩的种植面积 十多年的树林 小邹是村里为数不多的 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农民 2018年 他前前后后 在羊梅园建了25个穹顶 到底看看这穹顶之下的羊梅 怎么样 好那现在呢 我旁边是两棵羊梅树 一棵呢是有穹顶的 另外一棵呢就是漏天的 因为这个穹顶 它可以帮羊梅有效的避雨 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好 是因为它的糖度含量会更高 今天呢 我们就要用一个实验 来证明看看它的糖分的差别 到底有多少 大家看到我手上有一个测糖仪 那为了公平期间呢 我们会摘取两棵羊梅树上 同一个位置的羊梅来进行对比 那我们首先先摘这个 漏天的这个羊梅树上的羊梅啊 好大家也看到了 这颗漏天的羊梅 糖度是13 现在我们要来测试一下 这颗有穹顶的羊梅 看看它的糖度是多少 我们也要找同一个位置的羊梅 来进行测试 刚刚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那我就来摘一颗 好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17.2 有穹顶的羊梅的糖度是17.2 比漏天的羊梅的糖度多了4.2 所以它的糖度真的是更高 怪不得它的口感是更好 实验成功 难道这几个糖度的差别 就在于有没有穹顶吗 那羊梅的话就是 骨肉是在外面的 没有骨皮的 雨淋到之后糖度就下来了 穹顶就像一把大伞 为羊梅遮风挡雨 被保护起来的它 哪怕雨水再大 也可以安全生产 浙江地区还有这样一句谚语 夏至羊梅满山红 小鼠羊梅要出虫 这是防虫网表现的机会 可就来了 我们羊梅经常有那个虫子 小白虫 小白虫就是古银的幼虫 那么我们用网 把它四串围起来 飞虫进步来 古银控制住了 就可以做到不用农药 这也是安全生产的一种方法 专家说了 羊梅里面的小白虫 虽然看着让人不舒服 但是吃到嘴里 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 不必惊慌 有了防虫网就好多了 这穹顶是 避雨防虫栽培的好处 还真是不少 可是南方的台风季 怎么着 风速也能达到七八级吧 这个看似单薄的穹顶 真的可以承受那么大的力量吗 穹顶的这个设计呢 承受力量非常强 我们今天就用事实说话 看看它的承受力 到底怎么样 现在我要自己 亲自来上来 来挑战一下 来实验一下 这个好像还可以 并且虽然它有一点点晃 但给我的感觉 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 这个重量呢 不足以考验 这个穹顶的承受力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考验团 来 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有的大哥大家已经看到 已经走到了我们穹顶的最顶端 然后这边还有后面都有 我的强大测验团在 在这个穹顶上 我们现在一起摇晃一下 看它怎么样好不好 一起来摇晃一下 好 摇 摇 摇 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 摻 摻 摻 真的是摻丝不动 稳如泰山 穹顶利用球体结构 具有空间最大化 和表面积最小化的优点 达到减少硬封面 与节省材料的效果 再利用三角稳定的原理 穹顶形成类似鱼网 或者蜘蛛网的 整体张力学构造 实现了一点受力 整体硬力的效果 让穹顶形成了强大的 抗压与抗形变性 抵抗9至10级的大风 不在话下 可作为扬眉栽培的 永久设施应用 穹顶种植的 我们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我们这个是米农药 价格我肯定要比他们的 肯定要高的咯 他们的十几块 我们的三十块是肯定要的了 效益好 一个挂挂路 特别好比别人的 外面的 它十颗羊梅 掉了八颗 我的十颗羊梅 可以斩住八颗 对于消费者来说 安全的羊梅更受欢迎 这个羊梅是我长这么大 吃过算最甜的一种羊梅了 最主要现在的人 就是对食品的安全最担心 像这种 吃的又好吃又放心的羊梅 是大家最喜欢的 如果按一个穹顶 两千块钱的造价来算 我们来看看 中植户的成本投入值不值得 以美株成年羊梅树 产量在一百斤计算 羊梅的收购价格为 二十五块钱一斤 那么抛出二十斤的掉果 每棵树可售卖两千元 当年就可收回成本 每个穹顶的食用寿命可达十至十五年 对于长期投资还是划得来 羊梅并不仅限于鲜石 把羊梅用水反复清洗干净 颜色胶艳欲滴 枝叶新鲜透亮 等水一干 开始离场于老坛米酒的泄后 羊梅和米酒一相遇 清烈和甘甜 锋芒和内敛 不必刀光剑影 只需你浓我浓 三个月后 终于酝酿出了一种新奇滋味 小婆喝一下我们这边羊梅酒吧 姐姐酥 好啊 说实话我是不太能喝酒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羊梅酒 颜色特别的好看 甜甜的 然后有一点点淡淡的那个酒味 但是酿成酒之后 还是有很浓的这个羊梅的味道 好喝好喝好喝 剩下时节来一杯羊梅酒 不仅可以去暑气 还可以对拉肚子的朋友 起到缓解作用 羊梅酒好喝 切记不要贪杯 胡杨主要产于浙江和江苏等地 非常适合高温高湿的环境 在浙江省离水市 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料化利用 和工厂化集约养殖 使肉羊养殖成本大幅度降低 平均每只肉羊可降低八毛钱 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养殖技术 达到的呢 怎么样 这穷顶式避雨防虫栽培的羊梅 是不是让您脑洞大开呢 随着栽培方式的不断探索和改进 瓜果产品的生产供给 将更加的科学合理 越来越多的优质美味瓜果 会源源不断地走进百姓生活 接下来的这个农产品 您更需要关注 品了羊梅酒 吃了胡羊肉 让你呆不够 再也不想走 我这品了羊梅酒之后 还变成诗人了 但这酒咱是品过了 这肉咱还没吃到 不过我听说呀 这里的胡羊之所以养这么好 是因为这里有一种神奇的饲料 听说这个饲料啊 它不仅可以降低这个肉羊的成本 而且还可以解决农业污染源的这个问题 这我们必须要去好好了解一下 走吧 胡羊主要产于浙江和江苏等地 胡羊具有生长快 成熟枣 四季发情 两年可占三胎 每胎基本上都是两高的特点 而且由于八百多年自然条件和人为选择的影响 胡羊适合浙江和江苏高湿高温的天气 可是泥水的胡羊 思维的是什么饲料呢 又可以降低成本 又能够解决环境污染 都在那里时间长得很臭 很头疼的 我把那个废料处理 每灯起你出去要倒贴五六十块钱 有些人觉得是麻烦是废物 可是有些人正好和他们想法相反 别人不要的我把它当成饱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饲料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胶白田了 我发现周老师 咱们这边种植这个胶白田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对 泥水种植胶白有这个习惯 全都习惯 种植面积挺大的 光离水时的静云县就有胶白种植面积6.5万亩 占全国种植面积的8% 年产量有10.7万吨 是静云县最大的农业主导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但是小小的胶白我们使用的只是它的肉质精 对于翠绿 肥厚 长为45至100厘米的胶白叶来说 这也是不小的浪费 种植会直接把这个胶白叶通过机械打倒给直接环铁 但是虽然是一种环铁之间 当然下一层的种植是有利的 也可以增加一点肥力 但是会造成农业生产的污染 一个水体污染 在静云一致致力于绿色生物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现在他们提倡把胶白叶拿来自卫胡羊 不仅解决了胶白种植户处理农业废物的难题 也为养殖户节省了购买四草的成本 同时还为当地绿水青山做了贡献 真可谓是一举多得的好方法 师大哥 这就是咱们刚刚打好的胶白叶是吗 对的 刚刚打好的 睡好 很睡好了 说实话我觉得拿到手上还有一股清香的 咱们这个胡羊喜欢吃吗 喜欢吃 非常喜欢吃 那像这些量够多久吃 这个是吃的一天 给胡羊四味胶白叶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羊又吃百样草的细性 只要能够填饱肚子 它们好像对吃的没有那么挑剔 可是如果长千上万吨的胶白叶需要处理 这又怎么解决呢 东西多了 我们要把它清除起来 清除起来 这个清除就是什么意思 清除就是一个液氧发酵 放在池里边发酵好了 利于保存 能保存个半年 清除对于大多数养殖户来说并不陌生 一种可以达到长期保存粗饲料的方法 新鲜的是 在当地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们做不到的清除对象 为了充分挖掘和开发 当地农业废弃物资源 几年来 李水农业科学研究院积极探索 将农妇产品废弃物进行饲料化处理 变废为保 有效地降低了养殖成本 这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清除池 据说呢它可以清除200吨的这个饲料 那现在呢是只剩下一半了 这里现在清除的是这个笋壳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发酵了三四个月的笋壳 现在颜色都已经变了 由这个绿色已经变成了这种淡黄色 而且呢它特别湿 到现在里边水分还很足 这个味道呢是特别的酸 就像是我们吃的那个酸菜的味道 它为什么味道会这么酸呢 周老师 我清除之后变成这种 具有酸香味的这个粗食物 这个酸香的味道是羊最喜欢的 据测定不管是笋壳 胶白叶还是黄豆壳 甚至是菌糠和中药渣里面的粗蛋白 粗纤维和纤维素都非常丰富 并且富含动物必须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等 是反除动物比较好的粗饲料 在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过程中 会产生很多这样的农业废弃物 据不完全统计 光离水式就可以产出几十万吨的废弃物 放的时间久了 不仅气味难闻 还会造成环境污染 通过集中收集进行发酵 变成了羊比较喜欢的饲料 那像这些我们喂的饲料当中 都有哪些成分呢 这些是有那个药渣 胶板叶 豆壳 还有菌汤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东西 这个成本的多高啊 成本这个是应该很低的 因为他们厂里面本来还处理掉的嘛 那么现在来说我们拉了一个羊吃 那么它还省得处理 那在没有喂这些之前是怎么喂的 我们都是喂那个干草 好像那个花生藤啊 豆干 豆的节干 玉米干啊 那些东西外面拿过来的 那些东西呢都是 合到我们这边的话 要千八块钱一千两块钱一斤吧 那吃了这个以后呢 一个成本降低了 大概能降低多少 百分之五十多 百分之五十 对对对 那咱们这样的喂养方式 有多长时间了 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吧 四年多了 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料化利用 形成了农业废弃物 肉羊 有机肥 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在离水当地 人们的饮食习惯都比较清淡 今天我们就用胡羊肉 为大家呈现几道 比较受欢迎的羊肉美食 第一道是当地比较传统的白切羊肉 因为当地饲养的胡羊 肉质细嫩 山味小 制作白切羊肉 最能考验胡羊的品质 制作地道的白切羊肉 一定要挑选肋排 因为这儿的瘦肉多 制作出来的白切羊肉 口感会更好 先将切好的羊肉放入温水中 等烧开之后 肉中的血沫漂浮出来 捞出羊肉 继续在大铁锅中加入清水 烧温之后放入羊肉 同时放入姜片 大蒜和桂皮等简单佐料 接下来的美味呈现 就交给木柴和时间了 焖煮一个小时 白切羊肉的火候正好 当地人还喜欢吃一种 味道醇厚的红烧羊肉 羊肉切块 焯水之后 去掉多余的油脂和血沫 在锅中倒入适量的底油 葱和蒜爆香 放入羊肉 爆炒出羊肉的油脂时 倒入适量的水 之后放入自家制作的辣椒酱 酱油等调味品进行调味 让微甜微辣的汤汁 慢慢渗透到鲜美的羊肉中 使菜肴鲜嫩可口 香味四溢 炖煮三个小时 具有独特美味诱惑的 红烧羊肉就制作好了 不管是羊血 羊肚 还是羊肉 都可以制作出 让您垂涎欲滴的美食 游客当然喜欢的不得了了 太好吃了 很香 太好吃了 没羊肉我也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口感特别好 特别嫩 而且没有那种羊虾味 这些羊肉最好吃了 这不怕雨的羊梅 还有换了饲料的羊 实实在在地 让当地老百姓 感受到了科技 带来的进步和实惠 同时也为农产品质量安全 保驾护航 这样的优质农产品 不仅让农民的钱包 鼓了起来 也让消费者 更加放心地使用了 好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众 今天的农广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了解 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 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